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你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住一下 排隊的 班子站裏面 站到裏面 因為已經十幾年了 都是一個 有機會嘗試一下 看能不能進去 很害怕沒有機會買到樓 樓價起碼是一萬元一呎 實在是太空瘋了 三分鐘 站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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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樓價都不斷上升 到這裏我首期就低了 那麼就比較容易 就當作一個希望 是200多分而已 好 兄弟 送錢可援 好 OK 拜拜 居屋停售10年 特區政府上個月重新推出 2160個新居屋單位 結果吸引了接近13萬人申請 超額營購59倍 當中白表的競爭最激烈 防委會總共收到 11萬7千多份申請 平均136個人欠一個單位 都想譬如可能自己置一個單位 可能我和我的伴侶一起住也好 或者計劃有 可能生小朋友的 都可以住得到 黎健基 今年26歲 在非牟利機構打工 月入萬五元 符合白表申請資格 起初聽到由新居屋推出 他都心慾慾 想著終於有機會上車 不過看完價單 計過條數 最後他都是決定不申請 剛才示範單位那一隻 起碼都要二百 挨近三百萬 首期加上裝修 或者律師費 離合費 可能都四十幾萬 才算上車 之後還要供二十五年的 月供其實都要七八千元 一個月 對於自己的人工 其實可能已經是一半 說的是市價的七成 可能今年的七成 就是一百八十幾萬 二百萬 如果那個樓市是再上升上去 我當 我假設我計劃 我五年內 我希望極速地儲得我的首期的話 可能那時市價的七成 已經是三百萬 那我又怎樣再 突然之間 再拿到十幾二十萬出來呢 那 我想這條數 如果用這一種計算 就是居屋那個賣價的方法 就怎樣都 就是我追不及 阿基大學畢業後 搬來土瓜環這棟接近五十年樓齡的唐樓租房住 他在住這個單位 搬了六間劏房 僅僅一百尺的劏房 月租就要二千二百萬 這個就是我住的地方 有個上架床 下面就有個衣櫃 有個很小的梳化 剛剛好 因為我自己都高大 就是伸手 我都伸不進 這個位置 這裡都五六十年樓齡 所以其實有些灰都跌了下來 我想現在一個新樓的上車款 起碼都二百萬美至三百萬美 其實跟居屋最新那一輪 我想價錢就差不多 但其實你買的單位 可能是大約二百五十呎 所謂開房式的單位 其實就跟大一點的劏房 是沒有太大的分別 唯有是你要強迫自己去適應這個狀態 要不然你是生存不到的 劏房越劏越小 就連新樓盤都越起越小 地產商見迷你住宅有家有市 相繼推出面積只有一二百尺的樓盤 根據差響物業股價署資料顯示 去年頭十一個月的私人住宅樓價指數 累計升幅接近百分之十二 當中大型單位只是升了百分之六 相反中小型單位升幅就高達百分之十三 肥仔師傅 這些雪櫃、這些雪櫃 全部都幫我拆掉了 不要了 33歲的吳龍飛 投資物業六年 他說現在手上擁有九個物業 去年他以二百一十萬買入這個實用面積 大約二百尺的單位 月租一萬元房租 最近吳龍飛見樓市不斷升 決定翻新單位出售套現 他說政府雖然增加了樓宇印花稅 但並沒有影響他投資物業的意欲 這個單位就放三百一至三百二 我也知道政府會有一個額外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其實一年之後就是10% 最多就是收三十萬 其實三十萬你減回我的成本 起碼都會有六至七十萬的利用 也好怎樣也好 額外印花稅表面上可能可以控制樓市 不要讓它大升 它令樓市固定 然後業主想買一齊去抽稅 變成業主不到高的價錢 就不買 那變成盤源又少 永遠都很多都價都是創新高價 大家試想下如果我們沒有雙辣椒 過去一兩年的樓價升的幅度不止 現在是這個幅度 目標是香港人一定要有得住 而且住得越來越好 我們是要除了分秒必爭 全土必爭 全民穩地之外 我們還是大興土木 過去三年 特區政府發動各個部門全民穩地 又推出雙辣椒壓抑樓市 但事實是 自從梁振英上任後 短短三年間 樓價升了百分之三十三 房屋是最受關注的民生問題 行政長官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再次重申房屋政策是重中之重 除了承諾未來十年 興建四十八萬個公司營單位 中短期會透過防委會、防協、市建局 增加資助出售單位 楊振英上任後 主要問題是不斷惡化 其實以往輪候策的個案 大概徘徊在幾萬至十幾萬 這個數目 但是楊振英上任後 是遠超了二十萬這個數目 現在就去到二十六萬 陳肇銘 民間影子長策會成員 他說梁振英競選時 曾經提出每年興建三萬五千個公屋單位的目標 但是未來五年 每年只有一萬五千個新公屋單位落成 即使之後每年會增加到二萬個 陳肇銘說 亦遠遠不足以應付輪候策二十六萬個申請 他批評特區政府沒有好好善用土地 原浪環州一塊中土 即是廢車場、擺貨櫃、劏車的地方 本來建議建一萬七千個公屋單位 可惜政府發展的時候 遭到一些鄉市的反對 最後只剩下四千個單位 好像說企德新發展區 其實是一個超過三百二十公頃的發展區 但是政府竟然 只是用得大概九公頃的地方 來建公屋 比例少於百分之三 看得正正下一個例子 就刮梁振英一巴 為什麼用這麼少的土地來建公屋 現在任政府在長遠復活動策略 這個督導委員會討論裡面 也都覺得是不應該再用租住計劃的方式 這個構思是錄表自居先導計劃 這個計劃在概念上是一舉兩得的 兩個月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先剛剛反對重推公屋租資計劃 不過行政長官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 就提出先導計劃 建議出售整棟公屋給錄表人士 即是現時的公屋租戶 和輪候著公屋的申請人 定價會比居屋低 希望可以加快公屋流轉 公屋租資計劃已經在九十年代 那時候政府提出 當時賣了超過十幾萬個單位 正正如果賣了出去 這些單位便不會再流轉 去給現在住在劏房的基層市民 最近大家有看新聞都會知道 有些公屋單位竟然去賣到三百萬四百萬 公屋本來的意義 就是給一些基層市民去住 但是竟然去炒賣到三百萬四百萬 當然買到的住戶固然受惠 但是變了更多一多的基層市民去上不了樓 我們見到有一個惡果 吳龍飛除了投資物業 還做了室內設計 很多劏房業主都找他幫忙 他說設計劏房要用盡每一寸空間 這間房最小只有七十尺 最小的地方就是廚櫃 廚櫃就是考慮 因為我們要設計 可以放到洗機 那廚櫃這個洗手盆 我就要升高洗手盆 廁所我可以示範的 肥一點都可以勉強 都可以去到 因為運用這個小的空間裡 都要住得舒適 都要人性化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人性化和舒適 其實 真的 因為現在他還未裝飾 我告訴你 這樣的單位有一個模特兒 他買了一些家具 還有他鋪了一些羊皮的地下 真的很汪魂 然後做了很多照片 他自己設計 還有價錢 如果這裡七千多元貴不貴 七千多元左右 沒辦法 長遠房屋策略督道委員會 在2013年首次指出 全港大約有六萬六千九百間劏房 租住人數多達17萬人 短短一年半 長冊會公佈最新的劏房數目 已經增加到八萬六千四百個 升幅接近三成 這座大廈本身 就是所有單位都湯了 其實你會見到電錶已經很密集 這裡由電錶看到有十間 A至I A至J 有十個電錶 湯房涌現 已經由市區蔓延到新界 工會幹事余紹虎 去年年和其他團體 在上水石湖區調查 初步發現 離距最少有六百四十個劏房 我們調查 九成以上的劏房居民 人均面積是少於一百尺 而在租金方面最少三千元 最多人交的是五千元的租金 平均差不多是每一平方呎 三十元租金 是否有眼睛 我來 我遮住你 鍾女士是單親媽媽 和兩個兒子 一家三口住在石湖區 這個一百尺的劏房 月租三千五百元 他說租金在同區來說 已經算便宜 曾經想過搬大些 讓兩個兒子又多些活動空間 不過同區一個三百尺的單位 租金要八、九千元 佔了他入息一半 他說根本負擔不起 我薪金已經是高於公屋的上限 其實可能多到一、兩千元 唯有住劏房 對,不停等 其實坦白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等甚麼 因為又申請不到公屋 又想不到樓 居屋又買不起 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等甚麼 劏房很多人需要 所以你租不租不要緊 有很多人租 我覺得助長了很多業主 去加租 租盤供不應求 租金上升 令租客叫苦連天 民間團體建議政府 重推租務管制 限制租金勝負 保障租客的租住權 不過,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就說 擔心重退租管會好心做壞事 如果實行租管的時候 我們的擔憂 因為那裏會令到租盤減少 叫租水平會高些 或者業主會進一步去選客 那這對某些租客 其實都是有不利的 所以我們擔憂就是會弊大於理 街坊最擔心 如果有租金管制的話 其實業主不可以拿些款式租給人 會不會有個資產增值稅 令到業主不可以長期空置單位 或者會不會在另一方面去幫忙 譬如說租金津貼 令到基層家庭或基層工 又可以在舒緩生活壓力 差響物業股價處數字顯示 私人住宅租金指數 由09年110.1 升到去年年底的164.9 五年間升幅達五成 不過反觀香港家庭月入中位數 在過去五年的升幅就不足三成 家庭月入中位數的升幅追不上租金 這裡就是廁所 然後這裡就變成一房一廳 開放式廚房 如果本身這個單位是用開放式租的 租金會比較低 七千多元左右 但如果用這些鋁堂門 變成一房一廳 那就多了一千多兩千元 租值就會多了 有九個物業的吳龍菲說 不認同樓價和租金飆升 令租客無法選擇 作為業主 他堅決反對租務管制 如果有租管 更慘 因為為什麼 如果是業主 你有租管 訂了七千五元這間 他就會選擇 選到自己最好的客人為止 變成真的想租樓的 而料又不漂亮 他很難找到樓去租 可能換成你也會選擇 可能換成你也有可能會選擇 你訂了上條空間這麼多 我永遠都是選擇最好的客人 就慢慢選擇 說不定你訂了價格 而且這樣不健康 回顧過去五十年的香港 在租管上高 就是說 每當樓價上升 租金上升 其實會是業主的聲音大 但相反 在樓價很低 租金很低的情況 租客權力很大 默默然在現在推租管 差不多可以預期到下一浪 當泡沫爆破之後 到時業主又變成弱勢 到時又有聲音 就會爭取取消租管 租金隨著樓價十級而上 要令租務市場平穩發展 要從嚴建議成立中介機構 平衡業主和租客之間 不對稱的移價能力 他說政府或者公營機構 可以扮演類似二房東的角色 先用市價向私樓業主租單位 再以一個可負擔的租金 轉租給基層市民 私人業主照可以享有市值的租金 而政府或者公營機構在中間 就是透過注資 承擔了應該由政府支出的 低收入家庭的房屋租金資助 所以整個概念正正是 調動房協市建局 以至其他私人受資助的 原住屋發展商 一起幫忙 提供更多的出租資助房屋 大我那裏少許 這間 尺數一樣 但他價多個房間 這樣就已經更貴了 但是 3,800 黎健基在土瓜灣租住劏房三年 他說這區的劏房越租越貴 好像他住的這個僅僅100呎的劏房 三年前租2,200元 現在起碼要3,000元以上 究竟繼續租樓好些 或努力儲首期買樓 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呢 這個問題不單止困擾他 亦是很多香港人 重中之重最想解決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是要安居的一個地方 如果我的租金是一個平穩的水平 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 不會佔你生活超過一半 其實年輕人都會有這個選擇 要選擇自業 你就要迫住你這一世 都在玩扭路的遊戲 大家都搞不清楚我應該怎麼做決定 出租房屋現在是業主強勢 想買樓嗎 可以借到上車了 上車你要捱一個三十年的公款 香港政府就沒有搞清楚 這個政策的核心 就是究竟你將房屋視為權利 福利 還是你做生意的一盤工具 還要一個多至少 就知道 這次是尊重的和平衡 是因為對方的發展 開始的時候 會不會找到 他的財丽 還是會辛勞 做生意的餘